当地时间12号,中国第10批赴南苏丹维和医疗分队在中国营举行授勋仪式。63名维和官兵获得和平荣誉勋章。南苏丹是瘧疾、祸乱、黄热等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区。中国第10批赴南苏丹维和医疗分队自2019年9月部署任务区以来,已累计接诊2000余人次。 新冠肺炎疫情在南苏丹爆发后,维和官兵分享中国抗疫经验,用高超的医术和优质的服务展示了中国维和军医的良好形象。